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上个星期跟大家跟进过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最少有26座高铁站沦为空城 原来不说不知道 现在当局正在规划在全国建造大量的高铁星辰 一共有3500座 那搞这么多要用来干石吗? 当然是用来盖房住人 3500座高铁星辰可以住多少人 答案是34亿人 是不是很夸张? 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专家警告 说不要让高铁星辰沦为空城 当时他说 随着高铁的建设浪潮到来 建设高铁星辰的浪潮正在崛起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已经将要规划建设的高铁星辰区有70多座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出现了下行压力 财政收入缩减 所以投资这么大的高铁星辰后果会很严重 甚至会因为不够人而沦为空城 当时已经有警告了 因为其实中国的高铁是胡乱建造的 是大量浪费 原因是什么? 因为建了楼就有GDP 所以不管是无效的建筑 或者是大白象工程 又或者是一些浪费的工程都是一种刺激GDP的政策 某所谓 最重要的是账目要做得漂亮 你要上报上去 今年我当市委书记 我的城市的GDP增进了多少多少 这样子就可以升值 试图就可以更上一层楼 所以没有人会去理会效率的问题 尤其是在这近几十年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效率 计算过成本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不会跟你讲经济效益 所以他们会做很多根本负担不起的事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成功? 原因就是资本主义要计算成本 所以资本主义不会做任何不惜公本的事情 当然除了有政治因素考虑除外 例如当年的星球大战 里耿搞的星球大战其实只是说说而已 之前的太空军备竞赛 包括派人上月球 这应该是当时美国唯一一个不计成本 做出来威慑苏联的一个举动 当然也不可能没有经济考虑 所以后来他们也没有再派人登月了 因为成本实在是太高 捞不到什么好处 而且政治的目的已经达到 根本就不需要再登月 搞高铁这个构思本身其实不错 把一个原来鸟不拉屎地方建了高铁之后 然后整座城市再建楼房 那里的的架就会升值 其实就是吸收了香港的铁上盖的经验 问题是中国太大了 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人烟 你把高铁全部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 这样子当然是很严重 现在有很多高铁站都跟市中心距离很远 那他们规划了多少 2016年的时候 新华社就报道 说要规划3500个新城镇 容纳34亿人 结果就有人问 你让谁去住 因为那些地方不是城市 而是县城 就是把县城都当成城市 在县里面也建了高铁 这样子根本就不合理 他们爆出了一个数据 2015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6.1% 当第13个五年计划提出纲要的时候 到了2020年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到60%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 所以他们就不断去建造这些高铁新城 那他们搞这么多到底有什么作用 当然是想赚钱 因为有了高铁自然就可以建楼 那些的的就可以升值了 当然他们其实也有考虑过成本 为什么 因为如果在市中心建高铁 首先你要去收的 那里的的可不便宜 你收地的成本会很高 但是离市中心员的话就不用怎么去收的 只需要打发一下当地的农民就可以了 那里些的根本不值钱 收农民的的比收市中心的的要容易的多 他们的这个想法没有错 但是香港却反其道而行 当时香港的景上路方案他们没有接纳 因为险景上路太荒凉 他们要在九龙市中心搞 结果那里就要收地 要在地下挖空很多地方 而且在市中心的话还要避开很多东西 价钱要贵很多倍 所以在香港建一条20多公里的高铁要花超过1000亿 当时说是690亿 结果还不够 超支超到了整整1000亿有多 而且当局说还有一个成本效益 就是借助高铁的流量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还有就是圈地 以高铁为着头来拉伸土地的价值 吸引房地产投地 赚取更丰厚的土地财政 差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有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他们为了投入高铁 所以投入了很多钱 包括配套商业等个方面 因为有了铁路和楼房之后 还有其他的配套 包括医院 学校 消防 派出所等等 全部都要有 否则住不了人 还有商店 餐厅等个行个业 还有公共的地方 结果当然是搞不成 有很多地方只是建了一个车站 旁边什么都没有 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远 因为有很多高铁离市中心太远 人们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过去 因为坐高铁的话通常不会自己开车 否则没有地方停车 所以通常都是会坐公共交通工具 会打的或者是坐公交车 结果搞得十分夸张 最远的一个站从市中心 坐公交车过要耗时三小时十一分 两个小时以上的有安徽的安庆站 从安庆站到安庆西站要2小时01分 浙江绍兴东站要2小时02分 河南商丘永城北站要2小时06分 广东赵庆的赵庆东站要2小时08分 安徽淮南的凤台南站要2小时11分 广东惠州的波罗北站要2小时12分 湖北天门的天门站要2小时13分 江苏南京的江灵溪站要2小时39分 时间最长是贵州遵义的遵义南站 要3小时11分才可以去到 要花上3个小时才能去转高铁 那怎么搞 但是他们其实也有成功的例子 因为现在全国已经有70多座建好的高铁新城 在筹建和规划当中有几个是成功的 例如深圳北站 上海洪桥站 杭州东站 郑州东站 郑州曾经是鬼城 但是随着高铁的通车 之后又有很多写字楼陆续租了出去 所以郑东新区现在变得非常活跃 我们曾经在那里待过 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在郑东新区有写字楼 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 但是过了半年之后再去 所有的写字楼都已经入了火 到处都是人 去餐厅吃饭要排队 当然 最成功的是深圳的龙华区 龙华区位于深圳北站 这个地方本身很小 龙华在一开始开发的时候还不算是市中心 但是随着人口不断增加 过去十年深圳的人口增加了700多万人 所以深圳北站所在的龙华已经变城市中心了 在2021年 深圳也发布了城市规划 提到要将保安区的新安西乡街道 龙华区的文字龙华街道 龙江区的板田布吉 及华南湾街道纳入都市核心区 就是说成功把一些荒地变城市中心 在上海的虹桥也是一样 变成了交通枢纽 郑州东站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那里一开始是失败的 当年的郑州鬼城十分有名 很多外前有外媒还故意去那里时的报导 结果后来逐渐开始有人搬进去 最后越搬越多 其实我们也不是认为这些项目会完全失败 但是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有很多地方在将来可能有需要 但是暂时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 提前几十年投资未必是坏事 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刷GDP 刷政绩 把账目做得漂漂亮亮 这样子它就可以升值 但是也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因为高铁有一个问题 你在搞好了一个车之后 建筑其实是小事 最大的问题是高铁需要维护 你的设备 站里面的机器 入轨等个方面会变得成就 将来如果要翻新的话就又要花一笔钱 所以浪费是中国的一个通病 当然浪费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经济 如果没有浪费 经济就不会有这么好 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专家吃屎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中国GDP的经典 就是大家都干了一些非常离谱 说出来很恶心的事情 但是现在中国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官员都是在做这种事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